我们先从同居的原因来看 他从7月到10月才三个月时间 他就急着要同居 一般我是不会反对人家同居的 但是你要看同居的原因是什么 他这一次同居的原因 只是为了让他安心 因为我可以24小时监控你 如果只是为了这样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办法信任对方 而要同居的话 我觉得这种同居就 H老师啊 我跟我老公年前因为工作认识 去年7月交往 10月底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手机 跟女生有暗昧 吵了一架之后 为了取信于我 所以从10月份开始 我们就同居 天天黏在一起 那么到今年的1月 我们就结婚了 这段期间我发现 其他对象不止一个 而且还有上床 我不确定是不是要继续这段婚姻 是不是要趁早认陪杀出 还是要继续 谢谢您的建议 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你刚好是闪婚的话 我们现在告诉你的 是要闪离 好吗 所以请问一下H老师 这个女生的这篇留言 虽然看起来很短 但他举出了很多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一般人在感情里面会遇到的 因为工作认识 通常我们的工作职场 最容易认识我们的对象 第二个 7月交往 然后呢 10月的时候发现 有跟别人暧昧 这男生为了取信于他 立刻同居 然后1月就结婚了 我们先从同居的原因来看 他从7月到10月 才三个月时间 他就急着要同居 一般我是不会反对人家同居的 但是你要看同居的原因是什么 他这一次同居的原因 只是为了让他安心 因为我可以24小时监控你 如果只是为了这样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办法信任对方 而要同居的话 我觉得这种同居就 就女 那我们可以再看 他从10月之后 很快到1月份他就结婚了 三个月 三个月 也是三个月 三个月三个月一个阶段 我觉得 你同居三个月 你就可以认定一个人 或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我是不这么认同的 更何况我觉得他这么快速的进展的原因 都在于抚平他的不安感而已 我认为这种婚姻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大家问我说 要不要认赔杀出的时候 我的答案是 是 你就认赔杀出吧 虽然我们劝离婚好像不太道德 但是我从他的生命理数上面来看 就是这个人 因为他已经超过40岁了 这个男人 他结婚的对象超过40岁 对 因为我们不方便把他的资料公布 第一次结婚 第一次结婚 所以他已经超过40岁的男人 基本上他的个性已经很固定了 然后他还会在这种时候偷吃 甚至还跟对方上床 跟人家暧昧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 再跟这样的对象继续下去 所以呢 虽然你们是闪婚 但我也非常建议你们 赶快闪婚哟 好 直接就很清楚地讲 对不对 那问一下邓医师 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容易闪婚 像刚刚的例子里面 其实他们是把结婚 先是同居然后结婚 当作没有办法解决相处问题的一个方案 好 那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听过一个朋友他是这样子 他们其实交往很久了 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有一个女生来找他 说我怀了你男朋友的小孩 我怀了你男朋友的小孩 对 然后呢 他们就举行一个大会议 三个人跟六个爸妈 九个人开会 就那个怀孕的女生的爸妈也来了 对啊 男生的爸妈也来 女儿被搞大肚子了 他要来 他们要来谈判 对 三加六 九 对 然后谈判的结果 后来就是决定 男的要跟那个 怀孕的 就是他外面的女生分手 然后付一笔钱 让他去处理小孩 然后重新过生活这样嘛 然后这一个原本的正宫女友 我们先是接到 就是朋友告诉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要去开这种九人会议这样 然后大家就很关心啊 然后在下一次 大家都等着要听说 这个会议结果是什么时候 他正来是喜帖 开完这个会议之后 一两个礼拜 我们就想要follow那个案件结果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是喜帖 就是说这个会议之后 那个女生去把孩子处理掉 然后他立刻跟他结婚就对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就说你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 你们两个现在不用一点时间来修复 来决定你们两个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重建信任以后要怎么相处 还有你受着创伤 然后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也不用时间吗 你现在要结婚了 那我的朋友看着我说 现在不结应该就不会结了 就说现在在这样子的这个问题的当下 其实要结婚变成是一种 好像加强我们两个的共识 或者再把我们bomb的 把我们绑在一起的一个最大的宣誓了嘛 那如果现在不结婚 他们其实都预期到 慢慢的要去面对感情里面 例如到底有没有互相满足啊 然后到底双方的人生观是不是一样 只会越来越稀薄 所以有很多人 其实我看过的 可能就是会有问题才会来找我啦 可能幸福会去你那边留言 可是我后面看到 就是闪婚出现很多的问题 共同的特色就是 把结婚当成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现在都会这样 我搞不定你 你为什么跟别的女生暧昧啊 结了婚之后 她就会安定家里了嘛 她就不会去到处碾花惹草了嘛 是 其实我们的人生经验 或者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案件 都告诉你 碾花惹草 跟她结婚不结婚 其实 对 婚姻并不是一个 你跑进去 然后就比较舒服的地方 所以H老师 你是不反对闪婚的对不对 人生不用花费那么多时间 在那边等待嘛 我是这么认为啦 但是不真的绝对是对的 不同 可是我告诉你 散婚很容易喔 真的要能够散离成功的真的不多 这倒是真的 这倒是真的 对不对 对 而且如果你有一点钱的话 会掉一半 是 真的 不要认为男人只有小头没有大的头 他会去选择的 因为呢 在你恋爱和婚姻 你知道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前面一定有过激情 可能有过亲密关系 但是真正进入婚姻状况 最重要就是承诺这件事情 这样子 所以呢 当你如果呢 一个所谓的 你要不要原谅他 其实还是决定于这个人 要不要在你生命中持续存在 如果你不原谅他 你就把他踢走 他就不用 你就可以找律师啊 找怡真啊 都可以啊 但是多数我们的女性 其实还是会愿意原谅 就像刚刚H讲的 其实你可能有第一次 那面对这种第一次的时候呢 这就是我们在外遇里面 最常见的一星 我们称为 压力星 压力星 对 压力星 压力星是我们外遇里面 最常见的 通常就是比如说 男生有工作压力等等 回到家以后 女生可能会觉得 看看他要这样 什么事情 可是那时候男生会觉得很累 什么都不想讲 女生就开始编剧 你是不是在外面 等等这些 当他有这种压力的时候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有压力 会去找谁 会去找妈妈 你知道吗 小三事实上 就是他们出口的 另类的妈妈 在小三那地方 我可以得到很多温暖 这是我们在整个 外遇里面最常见 那第二种呢 就像是小五哥 这种发电型的妈妈 发电型 对啊 这种话其实呢 你看呢 他全身都是细 有时候万一真的 不小心被一个女孩子 不小心碰到了 说不定 魅有一郎无情也有可能 可是如果一直不断的呢 在小五哥面前 旁边出现 一直撩他 有时候呢 就要看他修行够不够了 本事到哪里 可是搞固酮已经下降了 而且他说我是刚刚老师 我们小五哥 最大的新器官不在下面了 是在你的起心动念啦 那其实呢 这种就是怎么样 这种就是一表人才发电型 那事实上还有一个 我们也蛮常见的 叫做自恋型 自恋型的话 其实一般来讲 就比较大男的主义 他有一个最基本 他口袋很深 所以他呢 当他年纪慢慢越来越大 他找回他青春的感觉 所以他就会去找一些青春的肉体 是这样子 就是Paul嘛 对不对 Paul啊 有钱啊 有钱年纪大 你刚挖得有点 对啊 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劝说一些呢 就是来我们这边 寻求协助的原配嘛 就跟他 我们会先去讨论 到底是哪一种造成了 你先生的外遇关系这样子 对 所以呢在这地方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H讲的 当你如果一直不断的指责你先生 你只是在帮助外面的小三 把他推到那个门口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常常也会跟男生讲 其实小三就像手中的股票 他会让你心跳变快 血压增加非常激情 可是总有一天你钱没有的时候 他就消失了 真的